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下一部是萬眾期待 萬眾期待在什麼? 期待在什麼? 大家只是想看這部的底限率去到哪裡 下限率 下限率是突破的 不過這次有點失望了 因為要突破 因為這樣說 這部實際上不是很關何心事的 我不肯定前半節的OVA是否關他事 但後半節原真正的創新劇情 是真的不是很關何心事的 這個叫做《創新大天使》 《創新大天使》 簡單來說就是Everlue的第三部故事 是否第三部還未知 究竟是否out of創新的劇情 是不清楚的 有一集很神奇 斯羅來在街上看電視看創新的蛋糕 那集先說 在《創新大天使》之前 其實他有半集OVA的 那半集OVA其實是一個 《創新無印》 以及Everlue的《Cossover》的遊戲 是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其實是沒有任何營養可言的 純粹是叫做什麼呢 他叫做補足就是 Yurika和Zin 在另一個世界中 他們終於可以在一起的故事 那當然要說真正創新的劇情 創新的劇情是說創新力 聲音是有力量的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說聲音 他是說文字 文字形音而 文字結合聲音之後 發揮了力量 理論上是這個文字學的 而他開頭也很強調 他是很強調漢字 剛才有馬說的 《形音》和《義》 三文都有 他是三為一體的 其他拼音文字他們只有音 但沒有意思 即是說一個ABCDE的字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很神奇 因為除了漢字或馬文字 他們認音異級之外 其他現在全世界的 其他文字是拼音的 就不再是認音異級的字 他就說 他很強調漢字這件事 因為現在只有漢字 如果馬沒有名字 馬文字也是 現在我們不知道 故事一開始就 舊世主 自稱的男主角 灰穿羊 有一次聽到這個 灰穿羊 他真是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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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開始介紹自己 就是他幫助了阿欽 神森欽 這個角色 一開始介紹自己 就說 為何他要幫人 因為我是救世主 很可憐的 你有沒有見知就是Peter 一聽到救命 一衝去 甚麼都不用做 其實他是很超級機械人 就是有一個大魔王 然後他發現了一種神奇的力量 他就可以把文字變成文字怪獸 他那個畫面就是 不是出入機械人 不是像拉打的 不是 藍光系列 OK 今集 我欽點這個文字 然後注一些病毒給他 病毒影響之下 這個文字和他的關聯都會有影響 現實影響全世界 我想見有七字 對 總之他會選擇 那位大叔 會選擇一個文字 然後就扔飛邊形式 好型地扔過去 當然不知道他平時是穿西藏 但不知道為什麼扔 那時候他一定是穿一套魔王服 我不知道為甚麼 你不要理那麼多 這件事是大魔王的東西 你會失調鐵嗎 然後扔完之後 失調鐵你不要亂說 對 然後他會選一個文字 那個文字就會發揮 他開頭第一步的影響就是 他會令到那個文字的意思 就讀不到出來 或者是見不到 然後進而就是 這個文字的意義 就會產生影響 然後第三步就是 他會吞食其他文字 就會影響這個現實世界 就會變成大災難 當然就會是 那麼誠語動畫狼 在這個大魔王的看 當然有一個敵對的正義組織 就是這個創聲部 這個創聲部 他就有這個類似 叫做 叫做 Vector 的戰機 就是可以 不用唱歌的 就是利用聲音的能力 然後就是對抗這個 文字怪獸 有說過 這個創聲部 他有幾部戰機 就是對魔王撻回來的 是 用回同一個技術 打回他 在開頭的時候 其實就是 另外兩位的 易仁和 兩個男人 不用管他們的 他們就出發 然後跟著就 合體不成 還要是 埋不住 為什麼呢 因為敵對的 就是剛才也說過 因為這兩部機 其實是偷大魔王得來的 所以大魔王那邊 其實他們都是有 類似創聲的機體在裡面 創聲的機體在裡面 然後跟著 我們的男主角 本來什麼都不是 然後憑著就說 我是救世主 然後呢 他就潛入了這個創聲部裡面 不是潛入 他的光明就是進去的 不過有人能阻止他 對 然後還要搶別人的Victor機 然後就進入了這個 然後 他進入了之後 就說 這個世界有危機 所以我作為救世主 我應該是要去 打到這個文字怪獸的 挺簡單的 很簡單 不用解釋什麼 總之我是救世主 我要幫人 我要打怪獸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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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其實很厲害 然後 他用那個設定 是很創性的 就是 這個人 很厲害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特殊能力 然後 他的特殊能力 就是 他的特殊能力 是強大到什麼 他的創聲力 是可以把敵方的機體 搶下來 和人一起合體 那 沒事的 搶女 這件事 NTR這件事 何心 很厲害的 我們叫做什麼 在創性裡面 因為一晚以前 其實是說 一對戀人 最好找對方一起合體 或是一對狗 一對狗 他看到女 就說 竟然搶了別人的女 和自己合體 和自己合體 然後 第一次感覺到這麼厲害 很舒服 這些創性的禮派條段 你真是 這件事 你不能怪他 我也明白 故事裡面 其實他們出力量的時候 一開始都看到 會不會是 他們的名字 為助手 組成一個新的字 然後就可以發揮 那個字的力量 但其實我一開始以為 是這樣的 劇情 我都說 你也會研究 阿灰槍人 究竟可以組成多少個字 你這樣很難玩 你這樣計畫 你不是亂砌字 你砌字 你砌之後 要有意思 要必殺幾 其實你看到 他根本是硬來砌的 那些字 純粹我喜歡 我突然想弄這個字 它是硬令到 原本兩個不關事的部首 砌完一個字之後 下面就會有連貫詞 我覺得是無所謂的 大家都知道 創性這招式都很硬來的 他這麼硬來 我覺得這個是傳統 我不會怪他 沒有所謂的 全不全統很難說 這件事 一向都是的 平身低太平衡 亂來而已 惡搞而已 沒有意思的 大家看得開心就可以了 這套東西固然 其實這套東西 創性那些劇情 其實它一直是用一些 超神的 不動去解決任何的問題 一些很無理的劇情 總之不動說說了就算 不動就是對的 這套東西 其實它有設定 其實很難死 我一直在想著 那個大魔王 他是怎樣去解決這件事 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創性部的存在 甚至我覺得 他是知道創性部的地址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因為某些理由 我不能夠對創性部出手 我一直在想 我看你去到劇情尾的時候 你告訴我一個什麼理由 純粹覺得咖啡好喝 我每天都喝一杯咖啡外賣 所以這個執著有些麻煩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說現在的創性部裡面 其實除了 整天說自己是救世主的 枯崔陽 然後就是他抓回來的 合體成員 其實他現在真的是合體單位 就是越南武雅 然後就是神森陰 然後再加上其他角色 其實他一直在玩 是真的很小朋友看的超級機械人片 即是絕對無敵 那些流氓系列的那些 平時是一間咖啡廳 但我雖然有感覺 就是Piles 10 全部都拉後了 掉到地下深入的基地 出發出擊 絕對無敵 絕對無敵 其實你是金官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其實這套是很抽象的 和心一向都是很抽象的 和心一向都是很抽象的 和心一向就是不動 你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他有理由的 所以這套你會看到 就是金道裡面是沒有不動的 因為不是和心負拾 所以沒有不動 沒得對人 其實很有趣的 這套其實是掛了什麼系列 原作是婆心之外 其實整套東西沒有關係 機器也沒有關係 很神奇 即是叫做前兩代的機器 你當是元安 他可能是元安 還要是系列元安 你明白前兩代的機器 他是拿機人 就算合體之後 他也坐在戒指倉上 但今代不是 今代他們好像橫太平一樣 大家拉在戒指倉上 站在好像戰隊的體感操作 去控制 有沒有體感操作 其實我不敢肯定 你見他出奇真的要揮權 至少你都是V這樣玩 因為這個是從前來代不同的 機器我覺得挺有趣 我覺得他應該看了 橫太平真的 這真的不錯 兩個人坐在一起站 一起八十手跳舞 那就可以有這個設定出來 那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都是叫做什麼呢 大家都記憶猶新的話 都會記得 說創性的特點 創性系列的特點是什麼 好厲害的歌 好厲害的拍頭 中間不知道他做什麼 然後過尾好爆 但現在就是什麼呢 歌我就真的不覺得好 那頭也不是很爆 不是很爆 灰出人進來 不用四集 三條女兒和他合體 和他吃光了 那你那個男角男女兒 真是吃自己的 還不是爆嗎 你真的有多爆 這些還是爆的 這些是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唯一誠計到的就是 中間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些是監獄學員的朋友 他是很成功地的 他將這些東西帶動到就是什麼 從第一集開始 你又已經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知道有個叫救世主的人 去打怪獸 我知道這件事 我聽不懂的 這件事 你不管怎麼打 總之他每集都會打掉 你不管為什麼 每集有隻怪獸 總之每集有隻怪獸 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 大家聽了這麼久 我們講的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他講的什麼 這套東西就是 這套東西最簡單而言 就是三句話說完 超級機械人 每集一怪獸 絕對無敵先人鳳 這套東西就是這套東西的最核心重點 你們的角色 好像我們所說的 那些角色不討好 那些畫很崩 其實 我不知道他真的想設計成這樣 但你會看到 其實動作很奇怪 其實很多人的動作 那些角色反而比之前 那套魚仔送獎 他畫風有點像 或者神緒像 不像 完全不像 有幾莫像的 但整體的水準 戰鬥劇情 他沒有順著那種漂亮的流暢度 會是 就是順著他打到 肌鞋打到會好 還是這套快不好 這套 簡單而言 其實我是完全不看好這套 創性原本都說 我有歌聽 OPED好聽的話 我都算了 算了 給你們看一下 合一下看 喊一下 有些人都是為了 聽森林聲音 OK 但這套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什麼 其實 即是說文字的力量 老實說 你現在是完全不著題的 你純粹要什麼呢 阿伯 然後說 我找支飛錶地話 突然手引起 你看到第四集 都沒什麼說到現實有什麼影響 已經差不多 收起一鏡頭 好像很大作情 三件事 然後下一集 我又看不到新聞 哇 死了很多人 然後下一集繼續說 我們繼續 我們 尤其是第三天的卷子出現之後 然後說 沒有什麼 然後第四集說 我們要開祭典了 啊 世界的傷害沒有了 是不是會有修正力的 你又不說 那怎麼辦 現在的故事 要是他 現在是 全部都是異世界的事 那不關於實世界 那沒事吧 但你影響異世界 其實好像沒有事情發生過 新聞沒有到 沒有到 他純粹 他想賣出一個很型的字 有什麼字很型 無限的 然後就說 亂 然後就說 卷 然後就不知什麼 那些字 看到的音是很齊的 其實你試一下 大家回去試一下 其實我試過了 不過廢話都說 你真是不知 你小的 突然說 卷 那樣的字 你現在說 是不是很有氣勢呢 那是什麼 又遇到爆字 對 整個東西都是說 是氣勢 但是很小的 是不是很有氣勢呢 你猜不到 這件事 整個聲音報廠 只是說聲音這兩個字 其實 沒什麼特別的 那這套東西 我真的建議 正正常常的人 就算了 如果他是何心做 我不介意的 我看來特科下限很開心 何心的話 就是出去了 何心的處理下限 這個是接受下限 我也覺得 何心的處理下限 我覺得 何心你終於突破很多 就是說 你不搞戀愛了 你搞強姦的 我覺得 你真的很厲害 我還說 我還說 你現在說 你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 一個lowbody 你做這些事情 我還說 我不覺得有看點 對 他覺得第一人狗戀 這件事 真是很爆 何心不是那麼容易模仿 何心是 何心是經歷了 創性和 這個 二話四千年 他這個 這個無離頭 喪心病狂 革記性 全身失療症的風格 是他的特色 老實說 我們是不會怪他的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感激 CV的時候 不要怪我 你沒有聽到 怎麼聽到的 我不會怪你 你的特色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黃交衛 我不會說你是黃交衛式的 我是覺得 你這樣做不對 你終於建構了你自己的風格 我一看這種風格 我就知道 我是在看此歷下限 但是現在這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有一個失去了何心 失去了管野揚子的音樂 這套還不是叫創性系列 我覺得不是 看看他有什麼爆點 可以突破多少東西 可能最後一集 找何心操刀的話 我一次過扭轉了所有東西 我們不知道 拭目以待 我們去下一集 我們去下一集 好